阿南 阿南 我无欲心 应辱行事与横沉时未如嚼腊 命中之后 生月化地 如是一类 明乐便化天 无是坚心 同是行事与行事交 了然超越 命中之后 便能出超化无化境 如是一类 明他化自在天 阿南 如是六天 行虽出动 心计上交 自此已还 明为欲界 所有这切的世间人 他不求常住在世上 但是他又没有舍弃 他的妻和妾这种恩爱 怎么叫邪淫呢 对于不是自己的太太 有这种男女的性行为 这就叫邪淫 如果和自己的太太 这不算邪淫 但是都要少一点比较好 不要太多了 那么邪淫就不是正的 不是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丈夫而发生这种性行为 这叫邪淫 是不正当 不正常的 所以你修道 无论你就是有多大的功德 必须要把这个邪淫的心断了 如果你不断邪淫的心 修什么道都不会有所成就的 如果你能够在夫妻间的行为中 心不留意 心不像邪淫的这一条道路上去跑 就能清静了 清静 就生出一种光辉 迎结而有光辉 有一种光明了 你这个人如果在生的时候 不和其他的人行淫欲 你自己自然就有一种德光 所以说万恶淫为首 死路不可走 前几天我讲了 你不行邪淫 你自己精气神就充足 充足 你就有一种德的光辉 在生的时候就有一种光辉 等你命中之后 你就何日 越做邻居 像这样一类的人 因为不是一个人 这说不上有多少 这个世界不知道有多少这种人 所以这叫一类 明四天王天 这种人就升到四天王天去 这四天王天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须弥山的半山区 有东天王 南天王 北天王 西天王这四大天王 这四天王天 是最接近我们这个世界的天 这四天王天的天人寿命是五百岁 以人间五十年作为四王天的一昼夜 那么合起来 这是很多的数目了 所以虽然他那儿五百岁 和我们人间的年就很多了 和多少呢 九百万年 这个四天王天是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最接近的 这种人就升到四天王天去 前边是升在四王天的天人 暂时时不去到外边去行邪淫 与自己夫妇间这种情欲还没有断 没有减少 但是他守身如玉 所谓一生不二色 男人就没有接近过两个女人 只有一个 女人只接近自己的丈夫 没有第二者 没有另外再找一个情人 那么这样的人 他守身如玉 所以升到四王天去 现在这一种人 丈夫对于太太或者太太对于丈夫 这叫在自己的家里头 很少有做男女之间的事 甚至于一年也没有一次 或者甚至于两三年只有一次 甚至于很久也没有 这叫微薄 看男女这种的情欲非常的轻 看这种事情不重要 我们人为什么色欲心 这个淫欲心那么重 情爱的心那么重 就因为业障重 你若业障轻 就不会有这种心了 这个业障重 他追着你 就叫你一天到晚都想这个事情 没有停止的时候 在业障重的时候 你就应该生出一种觉悟心啊 业障这么重 就应该要紧低着业障 如果你跟着你业障跑 越早越深 越堕落越深 将来一定变牛 变麻 变猪 变狗 去 也不停止 为什么 你情欲心太重了 一定会堕落的 堕落什么畜生里边去 这没有一定的 所以这很危险的 我们无论任何人 如果情欲心重 赶快要把他放下来 情欲心重的人 将来一定做畜生的 这一点疑问都没有 在禁居的时候 他没有得到真正清静的这种滋味 没有得到真正清静里边的这种好处 为什么 因为他不会修行 他这等人 等命中的时候 因为他情欲心薄 他的自性就有光明 无论哪一个人 如果你没有淫欲心 你就有光了 等死了之后 就会升到这个天上去 举人间的顶上 像这一类的 叫刀立天 刀立天是泛语 翻到中文叫三十三天 这个刀立天 就在我们头顶上 怎么叫三十三天呢 因为东有八天 南有八天 北有八天 西有八天 这四八三十二天 刀立天在三十二天的中间 所以他叫三十三天 这个三十三天的天主 怎么样做呢 最初 这三十三天的天主 是一个穷女人 很穷很穷的 他看见有一座塔毁坏了 他说这个佛塔毁坏了 我发心把它重修起来 于是他就各处去带做工 做了很多年工 赚了很多钱 他又有三十二个朋友 大家就开一个会 一起商量 说我们一人出一点钱 把这座塔造起来 于是集三十三个人的力量 来把这座塔造成功了 造成功了 等他们死后 就那三十二个人 做三十二天的天主 这个为首的人 就做三十三天的天主了 所以这是三十三天天主的来历 这刀立天的天人 活多少岁数呢 以人间一百年 作为刀立天的一昼夜 他的寿命活一千岁 以后每一层天 都是寿命加一倍 并且他的寿命和身量 都有一定的 不过那太繁杂了 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两个天的寿命 以后要想详细知道 要自己用功去研究去 虚夜摩天 这是六玉天的第三天 又叫夜摩天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对于夫妇间这种恩爱的情爱 夫妇间虽然暂时有性行为 但是 过去了 他也不想性行为这些个问题 过去就忘了 在人世间 他动的时候少 清静的时候多 也就是修禅定的时候多一点 他命中之后在虚空中 就住到虚空里边 日月本来有光的 但是他照不到这个地方 这一切少欲知足的这等人 到这个地方身上自己有光明 那个地方 不是有日月的光明 而是自身有一种光明 这种光明 是永远都有的 所以他那个地方没有昼夜的 夜摩天 又叫虚夜摩天 夜摩天 虚夜摩天都是泛语 翻译成中文就叫膳时分 说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非常好 为什么 他没有昼 没有夜 总是光的 所以叫膳时分 那么他以什么为昼夜呢 以莲花开合 作为他的昼夜 莲花开的时候 这就是昼 莲花合上了 这就是夜 没有黑暗 没有白天 没有晚间的分别 都是光明的 每一个人的身也都有光明的 像这一类的人 叫虚夜摩天 这儿所住的人 他的身长有225尺 寿命就是2000岁了 比刀利天又加上一倍 所以天高一层 寿命就长一点 低一层 寿命就短一点 现在讲到绿天 这个绿字 一般人独帅 应该独律 兜律驼天 这个天有外院 内院 外院就是一般凡夫所住的 内院就是圣人所住的地方 现在弥勒菩萨就在兜律内院那儿讲维心实定 所有的一切实 一切处都不动的 很寂静的 有这个应出来 也就是有这种性行为的时候来 没能一定不做这个事情 但是他可不愿意做这种性行为 遇着这个事情 他也偶尔做 不过做得非常之少的 少欲之足这一等的人 他的灵性就升到上边精微之处 和下界这个人间和天上不相接着了 这个人间和天上都坏的时候 或者连结都没有了 散灾是什么呢 就是水 火 风灾 火烧出禅 水烟二禅 风瓜三禅 但是这个兜律驼天内院 散灾也到不了那个地方 像这一类的众生 生在这个地方 就叫都律天 都率天是泛语 翻译成中文就叫知足天 少欲之足 那个地方的天人一点贪心都没有 男女淫欲心也根本就没有 所以你要想做天人 你就要少欲之足 将来就升到天上去 你若情欲太重 一天到晚尽想男女的性行为 时时刻刻的 甚至于一分一秒也放不下这个事情 那很危险很危险的 人最危险的 就是这一件事 这是堕落的一个源头 你若不怕堕落 就想多一点 若怕堕落 赶快就停止这种的情欲心 不停止 将来到什么地方去 那就谁也不知道 现在讲话乐天 乐辩画天本来没有这个淫欲心 伴侣一定要追求这件事 一定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行房事吧 但是男女在床上行房事的时候 这个人就好像嚼辣一样 嚼来嚼去 什么味道也没有 这种的人也是没有淫欲心 你们听过这种道理之后 自己切记 要把自己管一管 不要再放逸了 不要再豁出命来 不要而往那个死路上去跑了 命中之后 就升超越这一切变化的地了 升到那个地方 像这一类的 叫化乐天 怎么叫化乐天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 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变化出来的 在这个地方 非常快乐 乐不可言 这种乐 不是说男女性行为那种乐 这是天然的一种快乐 人人到那个地方都非常快乐的 不过这个地方也不是一个究竟处 这都是在六玉天之内的 这个天上的天人 它高度是三百七十五丈高 人间八百年 是化乐天的一昼夜 它这个地方的寿命就是八千岁 现在讲它化自在天 它没有世间人这个淫欲心 有的时候 也有夫妇这种性行为 在性行为这个时候 它不单位如嚼辣 根本就像没有这么回事 在命中之后 它能超过一切化无化境 到那种出身入化 变化无穷的境界 像这一类的人 就叫它化自在天 怎么叫它化自在天呢 它一切的东西 都不是它自己本天所变化出来的 都是其它的天变化而供养它的 在那个地方非常自在 非常快乐 什么工也不要做 那个地方没有人用工人 工人在那地方都要饿死的 那里什么都是自自在在的 自然快乐无边 比人间可好得多了 可是虽然那么好 将来天府享尽 寿命终了 还会堕落到人间或者地狱里去 这没有一定的 它身的高度有多少高呢 有450丈那么高 以人间1600年 作为它化自在天的一昼夜 它的寿命就有一万六千岁 这是六欲天 所以虽然升到天上 它们还都有淫欲心的 我写那个记颂说 四王刀利欲交报 夜魔指手兜绿效 化了熟是他暂时 此事六天之欲乐 四王刀利欲交报 四天王和刀利天这天人行淫欲 和我们人间是一样的 男女抱到一起 夜魔指手兜绿效 夜魔天男女行淫欲的时候 心骄行不骄 怎么心骄呢 就是握一握手 这就作为一种男女的淫欲了 兜绿天呢 就笑一笑 在兜绿天 这个男女对着面那么一笑 这就算行淫欲了 这所谓神骄身不骄了 化乐天呢 这男女就是对着这么望一望 笑都不笑了 熟是 忘了大约或者三分钟 或者五分钟 这就算行淫欲了 他化自在天 就这么一看就得了 不是看五分钟 就这么一秒钟 一看 这就算了 因为他淫欲念头清了 所以一层天比一层天就少 这是一个真正的道理 我们研究佛法 一定要把这些个道理弄清楚了 然后你才能真正了解佛法 真正知道 哦 这个淫欲 原来是这么大的害处 所以前边不讲 菩萨看男女的淫欲行为 就像看见毒蛇了一样 一定会被咬死的 你凡夫的肉眼不知道这么厉害 所以就这么样子昼夜求知 白天晚间都想这个坏事情 那么放不下 你若真正知道了以后 就恐怕不会那么颠倒了 像这六种天 虽然他行迹超出去这个造化 他这心里和他这个神 这个性 还有这种淫欲的念头 从这个他化自在天到四王天 这个叫欲界 现在所讲的是欲界六天 为什么叫欲界呢 就是这里的众生 他们淫欲心没有清静 还有淫欲的念头 所以这六个天叫欲界六天